好民间党议员洪建议呢对猫懒穷追猛打带着民事的记者闯了猫懒 那民事呢在礼拜天的七点黄金时段播出了台北猫懒被指门户洞开的一个报道 那么简直是把师傅给气炸了 调出了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来看一看 其实呢这个民这个台北市政府认为说这根本是个假新闻 他现在还要这个诉诸法律的行动 那要告洪建议还有民事毁损侵入 那么对女助理呢在猫懒现场呢 还随手拿着东西放进自己的包包 那么市政府呢同时要告他们窃盗 根据市府公布的监视器画面 三男一女在猫空站外不断游走 发现门进不去干脆破坏木板和栅栏强行进入 进来之后他把那个木板呢再把它扶正 穿梭议员洪建议背心的男子先走进猫空站内 还有一名抗着摄影机的男子跟着进入 一星人进到站内后到处取景 寻找可以做新闻的题材 这名女子还把一次市府宣传手册的东西塞进包包内 向外带 但这些入侵站内的人分别涉嫌毁损侵入和怯盗罪 但却不自知 好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脚尾犯事件 好一个自导自演的脚尾犯事件 台北市政府会予以追究 其中一位男子穿着红建议议员的背心 另外两男一女呢扛着专业的摄影器材 然后他到底是不是某一位电视台的记者 台北市政府是针对画面中的三男一女提出告诉我 串门毁损的部分最高可以出两年徒刑 而侵入的部分最高也可以判一年徒刑 至于市府要告这三男一女加重怯盗罪 虽然可能告不成 但大动作掉监视器画面出来 还完成报案手续 反击议员和记者的态度强硬 要用司法捍卫市府名称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